要开始洗牙齿好不好 你要放轻松 怕患者太紧张 耐心引导 心情真的是非常地不舍 躺在床上 还有些遭受到的痛 是自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黄医师有颗柔软的心 在台湾像他这样 具备麻醉人员资格的牙医 并不多见 更难得的是 长期照顾弱势 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多付出 自己的关心给周围的人 帮植物人洗牙 守护伸脏者口腔健康 即便多年前得知离癌 治疗追踪期间 一整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来 他有病了 他反而是说 我要更把握时间 更加倍地付出 没想到无常悄悄来到 5月6号 黄书贤因癌症并发肝衰竭 离开人世 失去了一个很直辈 又很用心的一个人间菩萨 付出到最后一刻 3月中旬全国生前健健一诊 黄医师抱病参与 留下最后菩萨身影 16号那天下午 他就有下去看诊了 那据我知道 就是说他17号那天 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不太舒服 患者永远百第一 黄书贤曾荣获医疗奉献 肯定 他是家人的骄傲 更是一届的人品典范 大海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